从安全的角度来讲 这两个国家都不需要加入北约 来维持自己的这种安全 他们之所以在这个时候 而且是高调的加入北约 我觉得这里边有这个 政治表态的性质在里面 马克龙说过北约是脑死亡 我想可以应该给他改个词 应该叫做脑疯狂 在未来的世界也会是北约反对北约 这两个国家都是世界上知名的中立国 它都是欧盟成员国 而欧盟在前些年已经开始 在建设自己的安全体系 也就是说从安全的角度来讲 这两个国家都不需要加入北约 来维持自己的这种安全 他们之所以在这个时候 而且是高调的加入北约 我觉得这里边有这个政治表态的性质在里面 这也是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 然后他们要来宣示他们 是站在哪一边的 美国在这个华盛顿一手策划了 北大西洋工业组织 他的目的呢实际上就是对抗苏东的集团 没有对手的情况下 他一方面进行这种战略欺骗 他实际上还是在科索沃 这个所有有机会的地方 他大大出手 甚至于他曾经扬言过 准备和中国比邻而居 就是说他将来的扩大要向亚洲这方面 从北约的性质上来讲 他就是一个军事对抗组织 这个所谓机体安全防护 实际上困在一起呢 进行军事斗争 马克龙说过北约是脑死亡 我想可以应该给他改个词 应该叫做脑疯狂 不要指望他要收缩 他没有这种收缩的这个基因 他们会想方设法的进行外交斡旋 应当是会调动很多资源 让土耳其呢让步 两国加入北约这个事情上 最终可能得到解决 但是呢 北约越扩大 它内部的分歧也就会越大 在未来的世界 也会是北约反正北约 现在虽然热度很高 但是还没有到短兵相接的地步 比如奥地利和瑞士 他们还有空间保持住立国的地位 专家们有两种意见 一种呢 就是说普京会进行战术核武器的调整 另外一种意见呢 俄罗斯还是有足够的外交资源 继续跟这两个国家去斡旋 北约的这个大家都在讲第五条 第五条就是说你一个国家受到打击的话 会视同所有的这个国家受到打击 但是呢 它也有规定成员国可以自选用的方式 也不是说一旦打起来 就所有的北约成员国都一同出兵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普京讲了说好像威胁没那么严重 因为这两个国家呢 实际上很长时间以来 他们就是一边呢和俄罗斯维护着关系 实际上他也跟北约有军事合作 就这场军事冲突 拖的时间越长 对普通的百姓越不利 对美国的利益集团越有利 再加上 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一个 彻底的打垮俄罗斯的一个境遇 所以我们就看到西方一些政客 就极其的活跃 在前方 在乌克兰 在欧洲 这种轮番的访问 然后呢 去鼓气 让乌克兰呢 再提出新的要求 提出让俄罗斯没办法接受的要求 这场军事冲突 打下去 北约在西边的扩张 会影响到东线 我们知道美国 其实在过去 他的战略就是前行的 在东方呢 他们也是在 一直想 想把这个钳子伸过来 他在日本的驻军 他在朝鲜的战争 在越南的战争 把台湾作为 他不成的航空母舰 这都是他东线的这个钳子 在欧洲那边 出现了这种战略的松动 就是有可能改变 边界的事情出现 那他一定会引起 其他个人所反应 那些有想法的国家 就觉得这个 是不是可以趁乱 自己捞一点 世界真的是变得越来越不安定 越来越不安全 这个不仅仅是俄乌之间的矛盾 而是把整个这个水都搅混了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